任期不到一年 更是總統蔡英文八年執政的尾聲 過去參選總統的政見 以及向原民道歉的承諾 原民政策推動進度違和 又成了立法院質詢焦點 還是卡在沒有共事 原民土地及自治議題 新內閣仍延續分流立法 原民會也針對自治議題 持續召開座談 而盤點近幾年重大原民法案 原住民族保留地管理利用條例 已送進立法院審查 陳建仁也同意促進朝野共事推動 而原住民族健康法 陳建仁表示還得在整體盤點共事 而人代建立共事的 還包括原住民族互助銀行 另外還有主管機關未定奪的 原住民族學校法 院長我是希望說至少 能夠有一些行政的措施 協調出主管機關 慢慢來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要有一個試辦計畫 可以嗎 好 我們先來協調一下 主辦的單位 立委廖國棟則提到 近年碰上原民身份法 原民工作權保障法 等多起大法官釋憲案 人等著原民會釋出修正草案 而在有限期的壓力下 原民會也表示都在進行當中 任其進入倒數 原民社會開始檢視政策推動進度 就盼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 政府能再加把勁 有些新聞R是許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